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正在实施载轨位 转位完成以后 中国空间站构型也就完成了三舱T字形结构的载轨组装 现在正在进行的转位阶段是舱体转位 转臂关节正在进行运动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梦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三个舱段 也是第二个科学实验舱 由工作舱 载荷舱 货物弃闸舱和资源舱组成 起飞的重量大约23吨 主要是用于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 参与空间站组合体管理 货物弃闸舱可以支持货物的自动进出舱 为舱内外的科学实验提供支持 梦天实验舱与空间站组合体对接转位之后 才进行并网操作控制 建立载人环境 神舟14号航天员才能够进驻到梦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如何进行转位 我们来结合演播室的动画演示 了解一下 这次梦天实验舱转位 主要是由转位机构来实施的 天河核心舱上的大机械臂 作为转位备份 这个转位方案和上次梦天舱的转位 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转位机构 转位机构由转臂和转位基座组成 转臂在梦天舱上 就好比是梦天舱伸出去的手臂 转位基座在天河核心舱的节点舱上 是梦天舱上这只手臂要抓取的位置 转位前 空间站组合体是垂直于地球的姿态 采取这样的方式 主要是因为空间站运行于近地轨道 调整到垂直于地球的姿态 再来进行转位 可以减少大气的扰动 稳定性最佳 在完成相关状态的设置以后 梦天舱进入到了自主转位的流程 这个过程有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对接机构解锁 梦天舱转臂伸向天河核心舱上的基座 转臂和基座捕获连接 梦天舱和核心舱分离 接下来转臂的关节运动 将梦天舱从核心舱的前向对接口 转90度 转到核心舱的侧向停泊口 这个转位是在同一平面内进行的 叫平面式转位 这样的转位动作 更易于空间站的姿态控制 舱体在转位前后 对天对地面保持不变 从而确保了各个舱段的科学设备 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 最后梦天舱与核心舱的侧向停泊口 对接捕获 转臂解除与基座的连接 梦天舱与核心舱锁紧完成转位